小狗六今天就五个月了 他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 很难想象五个月大的小狗可以跑得那么快 中午的时候终于遇到了一条狗可以陪他一起玩 星期六下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小狗六上课的时间 在这里认识其他的小狗在课间可以一起打闹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机会 今天学习的内容就是随行 如果你们在里面也有人会打开 我好像就是这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